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蠻厲害的 好像又比上一個禮拜 又再多一點東西 所以下個禮拜 還會再多一點 就是資料會更多 然後難度又更高一些 複雜一些 然後我們會真實的用一些大數據 像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來分析 所以那個感覺會更貼近實際上 實務面的東西 OK 不過最後啦 其實剛好就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其實這個還蠻方便 但問題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我明明就是三個欄位 我為什麼要按三下 我可不可以按一下就三個全部出來了 對不對 OK 這邊有三合一在一起 對 三合一 你說老師 你不是按三下就好了嗎 也還好啦 按三下差不多啦 跟按一下 其實也不影響 所以有時候工程師如果設計所謂的U 這個叫UI 就使用者介面 有沒有 有時候使用者說 我按三下很麻煩 你可以幫我改成按一下就好了 那有些工程師說不會啊 我按滿好的啊 這樣OK耶 那使用者就覺得 那你可以幫我改一下 然後可能工程師說沒辦法喔 這個已經在規格都已經寫好了 如果你要改的話喔 這樣要另外加錢 OK 以前都這樣啦 OK 所以使用者就說好啦 算了 他是不是要加很多錢 對很多錢 他就打退堂鼓了 OK 所以有時候在那個設計之初有沒有 你在設計規格的時候你要講清楚了 你不能說之後你想到就要改 你要改不行喔 你不能說你想要改什麼就改什麼 喔 不行 你都談好了 而且你都有簽名蓋章的 這就是你要負責的 像以前我記得我剛入行的時候喔 那接著按照這樣台積電的子公司也是一樣 他也是一樣啊 他那個圖書館要做一個那種 比較技術性的圖書館之類的 那也是一樣啊 他明依先講好了 那規格就這樣 他突然跟我講要改 那有時候可能突然間我感覺會不會很重要 我好像有決定權 像法官一樣 我要幫你 我就幫你 我不幫你好像也沒有關係 所以最後我發現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們都要住廠 就是在竹科那邊 然後住在客戶他們附近的旅館 然後我們白天去那邊上班 去那邊幫他們寫程式 然後我發現喔 哇 他們對我們真的超好 就是早上有早餐 中午有午餐 晚上還請吃飯 那感覺我那一段時間我整個胖好幾公斤 感覺他們就是盡量的滿足你任何的需求 而且我發現他們廠裡面的那個中餐 真的超好的 我一直很懷念他們的中餐 我覺得他們就是半道理廠 為什麼可以讓員工中午都吃得很好 而且吃到飽 喝也喝到飽 感覺真的還滿好的 所以那種 那前提我是覺得應該是公司如果賺錢的話 他自然而然他比較能夠有餘裕 給員工更多的東西 但是如果這公司本身就不賺錢的話 他怎麼可能會還有更多的能量 還有更多的這個金錢提供給員工 所以有後你們要選行業 有時候還要想一下 這個行業到底他有沒有辦法真的賺到錢 他的錢到底從哪邊來的 他是很容易就可以賺到錢 這一點我覺得還滿重要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像我接觸到那個金融業 我都覺得金融業真的太賺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 金融業到底他也沒有真的做什麼 但是他就是管理別人的錢 所以管理了他們都變得非常有錢 OK 這原因到底在哪裡 你們也可以思考一下 最後的話如果要把它三合一的話 要怎麼三合一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增加一個按鈕 叫三合一 是可以的 三合一怎麼三合一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乾脆在這個地方 就可能要自己寫了 所以最後的話 如果你要寫一個三合一 他原理很簡單 就是你打一個sub 然後後面的名稱 我都想不出什麼更好的名稱 乾脆叫三合一算 OK 不是那個咖啡啦 反正就是取一個 就是我們要的那個三合一好了 那你打一個三合一 sub三合一之後 直接就按enter就可以了 你按enter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加後瓜糊跟nsub 意思就是說 請你把程式寫在sub跟nsub中間 那你要寫什麼 可以讓他三個同時執行 其實非常簡單 有個關鍵字叫call call就呼叫 也就是sub可以呼叫別的sub 所以你就call 然後把細索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call的後面 然後加一個空白 這樣的話 他就會第一個去call細索了 那你說第二個呢 你在call什麼 call第二個call班旗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呢 再去call什麼 call那個就是學碩士嘛 有沒有 這個名稱啊 把它複製貼到這邊來 好 寫完了 那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如果你要自己寫啦 但這個沒辦法用錄的 所以變成你們現在寫的就是真的VBA了 那你說老師那聚集跟VBA有什麼不一樣 我是覺得一樣的東西啊 只是說一個是他幫你產生的嘛 一個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你現在就是在寫VBA喔 OK 好 那我們寫完了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吧 那接下來就是run一下看看 有沒有成功 所以先把資料清清楚 然後再三合一 三合一把優標放在Sup跟EndSup中間 按上面的執行 有沒有發現 三個同時執行了 清楚 有沒有 那當然了 你說老師他執行太快了 我眼睛都來不及看 他已經執行完畢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那個程式跑慢一點 不要一下子跑完了 我根本看不到細節 如果你想要讓他一行一行慢慢跑的話 你可以在偵措上面找到一個叫F 有沒有 主行 一行一行跑 那他有一個快速鍵叫F8 我習慣用按F8 不過我們筆電好像要加方旋鍵喔 不然的話沒辦法按F8 你可能要按那個 左下角有個FN有沒有 方旋鍵再按F8 他就一行一行跑 這個有點 F8這個吧 我怕按錯耶 有啦 F8有沒有 然後他會出現黃色 比方說他跑第一行 然後再跑第二行 有沒有 然後扣的話就跳到哪裡 有沒有看到他跳到細索 一行一行跑 有沒有 輸出 然後跳回來之後再扣年級 再一行一行跑 有沒有 然後再扣學碩士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好啦 所以以後如果 假設你要除錯的話 你另外可以學一招啦 叫做主行 慢慢跑 不然程度跑太快了 這樣有時候根本細節都不知道 到底他做什麼事 就結束了 OK 好 所以最後的話啦 當然你可以再怎麼樣 在這個底下再加一個三合一算了 所以今天的那個練習 其實最後的結果 我希望這邊就是長這樣好了 三合一 或者甚至你把位置調換一下也可以啦 放在下面這邊 多一個三合一 自己寫的 清除 三合一 清除 三合一 OK 好 那今天的進度 原則上大概就到這邊 就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 一把這三個 這個欄位的公式做出來 二的話呢 就是這個佔比圖啦 佔比圖 比如我做一個 另外兩個你們自己做 反正自己練習 這道理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五個按鈕 自己把它變出來 OK 這邊是個別的嘛 然後這邊是清除三合一 最後記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千萬不要存錯檔 如果你存錯檔的話 那就GG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儲存有沒有 他問你說要不要直接儲 你如果按示喔 跟各位講喔 你的聚集VBA就不見了 所以一定要按否 否的時候瀏覽喔 記得選什麼 存檔類型一定要選擇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業簿 因為之前同學就是直接給他按4 然後就跟我講說 為什麼回去之後 什麼事都沒辦法walk了 對 因為你存錯檔了 OK 而且救不回來喔 沒救了 因為你存錯檔了 那他會自動幫你把聚集裡面的東西 通通刪除 因為他沒有聚集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弄那麼複雜啦 因為他就是怕說 有一些安全性的隱患 因為畢竟是城市 之前有所謂的聚集病毒啦 所以他會擔心說 有些資料裡面如果有聚集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問題發生 所以你如果確保 知道說這個安全的 那你就啟用聚集 然後把它儲存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繳交的就是範例 選課資料的這個練習 OK 把它儲存就可以了 那其實啦 當然我是希望說 甚至這個地方 除了說可以把這書 輸出這三個欄位自動化之外 其實我甚至是希望說 把這個地方的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也可以自動化 有沒有 就是說你剛剛不是做很多動作對不對 那其實以後什麼事都不用做 只要按一下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自動放在你想放的位置上面 那就是所謂的自動產生圖報表 OK 那這樣不是很輕鬆了嗎 比如說你有很多報表要做 那以後不用了 你就按個按鈕 所有的報表 統統自動產生了 這樣的話不是很愉快嗎 很有成就感 OK 所以今天的作業部分 也許大概就 也許這個自動繪製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也許我們下一個再看 其實可以錄製 因為你其實只要動作 滑鼠跟鍵盤都能夠錄製下來 所以你先彩排 然後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然後再去看一下城市裡面 哪些地方要修改 不過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的聚集 會非常的複雜 難度也會非常的高 挑戰性很高 所以我們先不要講 我覺得這個難度很高 可是如果很難 但是你又會的話 你又做出來 那就是會 是有這個含金量比較高 那表示說你夠專業 所以如果什麼叫專業 就是你會 我會 但沒有人會 但很專業嘛 OK 如果每個人都會 那怎麼會是專業呢 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那其他就是熟練 除了要會之外 還要很熟 熟到一個不行 閉著眼睛都會做 這簡單 我不加思索我就會 搞不好兩下都OK了 那就是真的 哇 你很在行 OK 不要說你只是好像知道 叫你怎麼做 以前好像我們上課老師有教過 但是我忘了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影片調出來 有沒有 看一個影片也會啦 也是個方法啦 但是最好是連影片都不要看 當然就厲害了 OK 不過為什麼要特別錄影 其實我發現我對自己也蠻有幫助 因為我有些課 我也很久沒教 然後我也是自己把影片看 我大概知道我那時候教什麼 剛剛我很多都忘記 因為被課的時候很熟嘛 但是一段時間沒教 我又忘光了 所以我把影片看一下 馬上喚起絕大部分的記憶 OK OK 試一下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先講到這裡好了 那剩下的時間就給各位做那個練習